它上面就是海螺的子 大家好,我是大梅 今天没聊到港海,跟我妈就插了很多的稻子 这一片都是我们家的那个稻地 太多了,就是挺累的 我们先往这走 那边还有,再大家去看一下,走 我发现了四个蟹子 你能看到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 这个怀孕了,这个怀孕就不能要它了 这个蜡螺感觉晒焦了 它都已经晒干了 看 生命力特别顽强,这还粘在上面 石头边的话就特别辣,特别多的蜡螺 而且海粒子特别多 这个石头上全部是海粒 其实蜡螺跟石头颜色差不多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 我又发现了大蜡螺,一个 你看这小肉,两个,三个 哇塞,那边一窝哟 哇塞,太多了 全是大蜡螺 我要给它抠下来 一个,两个 哇,天哪,爬下来的 太多了,全是 我的妈呀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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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个直接被晒死了 我天哪,这么大一个 这个大工蟹啊,属于霸王了 对吧,但它智商不行啊 有一句话,我们农村说的话 好,人呐喊可拉了有没有 对,智商不行 老死了,什么智商不行了 多大个头了 它晒死了 它晒死了,你知道吧 太热了,不知道堵啊 睡死了 咱们的胖有牛鱼 我给大家看一下 螃蟹中的贵族都住什么样的房子 每个都是别墅 全部都是,然后这上面 下面也有 就每个洞里面都是一个大的螃蟹 而且螃蟹个头很大 它们都属于螃蟹中的贵族 下次我们来的时候 拿那个铁丝,就得把它掏出来 还在喝着水晒太阳呢 这个上面全是藤壶 小的芝麻 芝麻喽特别小 干嘛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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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小 这不是海螺 这叫海螺花 知道吧 哇 天呐这个好好看啊 它上面就是海螺的那个 它的籽 在这个岸上 它本来的膝盖在上面 然后它掉了 干了 太干了 再给它化好了 嗯 这个能产多少那个海螺呢 我帮你化吧 秋天才来的时候 你这边你最心码的 你能抓五十个海螺他没 我看到你这个叫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哈哈哈哈哈哈 朝线规划 是一个港海人最重要的决定 哈哈哈哈 懂了 我这是小菜园 夏日葵可以吃辣椒 现在长得挺好的 这个小鞋钓子好可爱 这样多一段时间才能吃 但西红柿接的特别多 这上面 你一个上面都接了好多西红柿 但还缺了香菜 还有红辣椒 放蒜 放入腊柳 炒来一个胡椒 放入青椒 加一点糖提鲜 上锁了 尝一下这个腊罗 今天做的是一个酱闷腊罗 哎呦不错 今天就自己吃饭了 老爹睡着了 老三今天去考试了 小孩今天也考试了 马上就是假期就要开始了 这个雨下的好大 我感觉要吃饭了 老贵族们先走一个 每天开开心心 先看我一见 舅舅今天考完试的话 就开始放假了 他从一年级的时候就要去北京 我就没带他去过 因为听说暑假爬长城上厕所 杭州啊他都想去 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要去 这怕人特别多 这是下暴风雨了 完了不先去吃了 这里下太大了 上里上 上里上 没看 有点 好